現在我置身於當日洪山軍 在龍平公園旁邊的一個廚房 一個流動廚房 見到一些雞蛋和菜 準備了在這裡 還有一些青瓜 估計他們都準備若干天的零食 但想不到這麼快就被人清走了 現場除了軍人記者之外 都很少有其他閒宅人等走進來 胡慧聰在龍平公園的現場報道